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當下來雖然主持了將近12年 可是S跟我 絕對不會參與的一個主持 就是要叫我們去冒險 高空彈跳 衝浪 什麼啦 潛水 我以前潛過 可是我覺得好難玩喔 那有什麼好險 就是太費體力跟時間的事 我都不太想做 去南極結婚呢 南極結婚如果... 對 你說我去南極再辦一次婚禮嗎 想要跟別人隨便去哪兒 好 我們今天邀請了七位明星來 他們會告訴我們他們冒過的險 然後他們當然也做了一些 剛才我講的事情 包括採煙窩啦 還有去南極結婚 歡迎各位 歡迎 上次來了 妳對他們留下的印象是什麼 所以他們這次呢很貼心的就帶了 他們拍好的這個照片來 等一下會翻一些厲害的給妳看 然後去南極結婚的是Janet 嗨 恭喜妳 謝謝... 你是有第一次上我們節目嗎 對 她很久沒有來了吧 很久 我覺得有一年 一年都沒來 然後張君丁也去參加了妳的婚禮 有啊 她這次去 而且她當然還有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任務 很刺激的任務 對 什麼 她要從台灣 因為我是提早去 我去德州還有阿根廷 然後接下來才是去南極 對 所以我不想要帶我的... 我身上的珠寶 然後她要從台灣直接飛到 烏西娃跟我們碰面 然後再去南極 所以她把我的差不多五百萬的... 珠寶帶去 是廠商贊助的那種珠寶嗎 所以絕對不可能搞丟 對 就不能搞丟 不能搞丟 真的 可是妳們兩個是朋友 對 對啊 是 從什麼時候開始 我們是因為運動而認識的朋友 所以妳們內心會很喬不及 那種不是很愛運動的女生嗎 不會喬不及 但是會說服她 告訴她運動的好處 希望她可以加入我們 我算是愛運動啦 她不愛冒險 對 因為她最大冒險 其實找她吃 最大冒險就是婚姻OK 我還是個最小孩 她很敢嗎 我覺得生小孩 我覺得生小孩 真的 她結婚了 沒有 生小孩這件事情 我覺得是最勇敢的事情 我什麼都敢做 但是我覺得 我現在最不敢做的就是生小孩 還有一個 跟公婆住 這個勇敢吧 對不對 怎麼樣 我跟公婆住很開心 這個還好啊 很久了... 你為什麼要這樣輸 我都很差你 沒有啦 就是說 我不是說你啦 我覺得應該跟公婆去南極住 所以參加她的南極婚禮的怪異的人 還有清風耶 我真的是有一點點隨便問她的 說我好像要去南極 你要不要去 她是第一個反應 然後第一個馬上答應要去 而且她還幫你們寫了歌對不對 所以中間那個是正婚人嗎 對 中間是正婚人 然後白頭髮是她爸爸 George的爸爸 請問你們是選在南極的哪裡 它是一個冰河上面 然後前面是一個大的 應該算是一個港口 然後旁邊是一個企鵝窩 所以還有很多明星是那些企鵝 他們就在背後 超可愛 所以在婚禮當中企鵝會走進去嗎 就是會走來走去 其實我們要到了那個地方 我還滿為難我的賓客啦 他們是要先爬一座山 然後才可以到 而且企鵝還是企鵝的一個公路 所以企鵝要先經過之後 你還要等 然後企鵝過去 然後他們才可以上去 而且企鵝很笨嘛 我剛才有聽到爬一座山嗎 有 天啊 妳說的爬是說真的是 只是走階梯嗎 沒有...它沒有階梯 它是雪 所以妳自己還要走 小心 不然妳就會... 就是會整個摔進去 妳說爬一座山 妳說真的有到宮頂再下來嗎 對 我們是在下面 下的地方 對 我們是上去 然後再下來 因為那邊是最最漂亮的 所以那個企鵝就是自然出現在旁邊 還是你們把它放在那裡 沒有...它就是自然的 因為我們其實不能碰他 我們不能碰企鵝的 有規定是不是 對 等他自己過來的話 我們可以不要躲 而且也會尖叫 對 或是去南京的規矩就是這樣子 對... 所以如果被抓到有碰企鵝的話 是會被逮捕嗎 被會罰 對 然後... 驅離 對 我不知道 因為那邊的法律是他們 就是幾個國家一起去病人 46 好像46 可是我覺得聽起來整個過程 沒有機會讓你們喝酒啊 有... 我那邊有帶那個 對不對 哪一段時間可以喝酒 有全世界最南端的吧檯 就是在南京 對 然後是 Ukrainian 所以他們專門就是在那邊 然後... 每天下午就開始 氣象研究中心設立了一個吧檯 對啊 而且是真正的吧檯 你進去的時候是好像那種 你進去英國的那種老吧檯 還有一個撞球檯在那邊 對...還有撞球 然後其實很好像 我們那一次去的時候 他們都是男生 大部分都是男生 然後我們那一次去 我有帶了50個朋友 很多是辣妹 然後很多女生單身的 所以我們一進去的時候 每一個男生就這樣 然後怎麼都開始 對 超級開心的 還玩遊戲啊 我們自行釀的酒 你們是從台北飛去的嗎 對 要飛到南京要多久 從台北要飛 美國在阿根廷 然後再坐十一天的船 十一天的船 所以你說賓客們都經歷這一切 才現在到她的婚禮 是 妳這個婚禮這樣不是很麻煩大家嗎 就永生難忘 所以她有先徵詢就是 要去的人就自己來報名 對 所以清風應該只是想要 離開人群十一天 我覺得她應該不知道 有這些事情吧 她可能覺得可以直飛 然後到你們就 有嗎 我覺得她剛剛好這一次的 她的記錄是在講冬天 然後我覺得她就是 突然就是瞞著頭 就是有冬天這個概念 然後所以我一講到南極的時候 她那時候就真的是完全 妳怎麼還想要去 她們還在南極拍了一個Video 音樂影片 所以她是因為要工作 然後才去呢 但主要應該還是去婚禮 我覺得她就是去工作 順便參加人的婚禮 不是啦 如果我們要帶南極拍東西 就順便去是OK的 對啊 而且他們小薇還有清空 他們還幫我做了一首歌 叫Everyone 然後我們就把那個當中 有沒有收錄在他們的專輯裡面 有沒有收錄在他們的專輯裡面 我不知道 應該有吧 應該是有 那就是他們根本要出徵 她就跟我寫好一篇文章說 這是送給妳的 然後就收到書裡面 對...是為了我 今天結婚的對象是一位英國人 對 她是英國人 但是是馬來西亞華僑 還有希臘的混血 那個時候是來拍一個廣告 然後我們是十一年前就這樣子認識 就是很簡單 就是一個因為拍廣告認識 所以她是什麼事 做了什麼事讓妳心動 沒有啊 我覺得她是 除了帥之外 其實她的個性是很好笑 她是搞笑的 然後很三八 然後也很聰明 因為她以前是律師 所以我覺得她是用律師這個身分 去說服我去喜歡她 對... 可是她現在不做律師要當演員 對 她現在在哈雷娥在拍影機 她認識他們三個嗎 嗨 對 但是我可以認識嗎 妳看了書以後也會想看 對啊 她們三個真的有演好萊塢的電影 是喔 她們是演那個 Ring Pacific的裡面的那個 Pacific Rim 我知道 妳結婚後還主持嗎 有 還有 所以妳們是分隔兩地耶 對啊 我現在還在亞洲這邊跑 然後她在美國 她是女婦耶 剛結婚應該沒什麼好吧 你知道我們其實花了最多時間 就真的是在一起的 就是我們在南極拍片的時候 結婚拍片 那五十天 那是我們最最最長久在一起的時間 所以妳們現在多久會見一次面 差不多兩個月一次 兩個月一次還剛剛... 兩個月一次還要幾天 五天 五天到七天 對 三十天 對 聽起來是像未Gay設定的 對應方式這樣子 所以張君寧 我們沒有碰到這段時間 妳演了五擇天裡面的壞人 壞女人 對 妳第一次演壞蛋 對 要穿比較性感的古裝 就是要讓她上班了 她可以休息了 她可以休息了這麼多年 張君寧最近參加了一個節目 是野外求生的那一種 就是會有英國老師 對 帶著她去吃可怕的東西 然後我們今天要請教這七位的 就是他們的 瀕臨死亡的這種冒險的經驗 像黃平仁她說要有... 妳有潛水潛太深結果就... 潛水腹病 那個是妳去玩還是工作 工作 當時也是主持 主持 沒有人先警告妳要怎麼樣 才安全嗎 我們都上過潛水課 而且我有執照的 那一次是在花蓮外海 那當地的漁民告訴我們 那個小龍蝦是要 夜潛才抓得到 妳是本來她主持的時候是 怎麼樣順暢的時候 妳一個人講話時候也是這樣嗎 是 我寫麻辣 我以為你們節目應該是有 大量的旁白 在幫你們解釋你們在看 其實那個時候... 不用講得那麼快 就是我們要去找小龍蝦 好的提議 而且...那是整個環節在帶 不是說一定要伶牙俐齒的 這個主持這樣 要敢去做這些事的人 對 要去把這些任務完成這樣 所以妳下水前要說什麼 妳必須把當地的特色遺跡 那個名產會在那個地方的由來 然後我們要拿到它 會經過哪些冒險 然後呢 就開始一路 還要講很多東西耶 是啊... 所以妳先背著 當然不是啊 我是會融會貫通的 所以他說外景拍了三天 主要都是因為他講話這麼多錢 對... 並不是因為那個任務有多貫通 黃瓶嫣對於身材有自信 小衛生現場簡直 妳現在必須要拉衣服嗎 有沒有再用觸碰的就好 觸碰的 拉起來不好意思 可是只有我看到的話 不是 妳這樣會不好意思啦 怎麼看啊 怎麼看啊 不是 節目要說 我現在竟然在摸泡沫的 很硬… 但妳… 可能比這句話 哈哈哈哈 我將花千谷 無心懷無心 總是給身邊的人帶來不幸 衝出師門 受救魂丁 妳想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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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一日晚上八點 中天綜合台 花千谷正版手遊 花千谷 康熙太大 千水的教練有跟妳提醒 什麼事情妳沒有做到 當然我們知道千水 妳可不可以太自然了 妳的反應 不要再反他講了 千水當然妳要注意 有咳進去嗎 有沒有咳 有咳下去吧 還是要咳出來 現在坦白的講 他還在中間 對 他處理不錯這樣 他要不要我跟... 我跟唐先生剛剛先聊一下 我跟他聊一下採燕窩的事 然後妳可一下 每一顆跳很難過 我知道 你看 Fanny前下去之後發生什麼事 那一天呢 因為是夜遣 坦白的講我雖然有執照 可是我沒有夜遣過 那漁民他是很熟了 我們船一出去的時候 那漁民就說 就在這邊 因為漁民他是咬那個水管 不是水管 空... 氣管 那船上是有那個 你潛水不病是怎麼樣 管子一咬就跳下去 我跟攝影師要去追他 因為我...我那一天我很急 我趕快跳下去的時候 我怎麼游都游不下去 我都覺得不對啊 那我...照理講我應該很容易 就可以潛下去 我就趕快檢查我的裝備 我就一直...一直游... 一直就下不去 他不是說按一個按鈕 你就會潛下去嗎 是的 但是呢 那個按鈕呢 是把你的背心的氣排掉 你就可以潛下去 那一天不知道是水的溫度 還是怎麼樣 就是很難潛下去 可是那時候我非常的緊張 然後夜遣 第一次夜遣 你要靠的是你的手電筒 你手電筒只能這樣一直照照 什麼都沒有 都是黑的 只有你的手電筒是亮的 然後突然 你就看到一個臉 是鬼故鄉 不是啊 臉 因為我看到一個大眼睛 一個嘴巴在我面前 我燈這樣叫 我嚇一跳 後來我閃過神 我們要稱魚是... 我們要稱魚是魚頭吧 不是說魚臉吧 所以就長得很像人臉的魚嗎 一隻大魚的 人頭魚 但是呢 我後來好不容易 看到遠遠有一點點那個燈光 手電筒回來回去 我一看 他們在那邊 趕快倒栽下去 潛下去 一下去 我一看我的表 三十米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節目做完以後 所以我們要在回來的時候 一定要在十米左右要停留 要停十分鐘左右 讓你的這個壓力釋放了以後 你才可以上來 當我們水中停留的時候 我跟攝影師距離兩公尺 他拿著攝影機 攝影機很重 所以他可以很容易的 在那邊漂浮 我就一直被浮上來 突然覺得身體有一股暖流 我就喊 一秒鐘而已我就被帶開來了 那是小便嗎 應該尿尿吧 奶奶是尿尿是不是 漁民有講 那個是暖流 類似洋流的那種暖流 我就被帶上來 我就趕快倒栽再往下潛 完了 我發現我的腳在水面 我一看 來不及了 來不及 已經到上面了 你說是上升太快了是不是 我就想到 應該是 難道會掉 因為他是碗蛋 碗蛋的哪一點碗蛋 碗蛋不太舒服 我頭很暈 然後喉嚨 喉嚨很脹 舌頭很脹 眼睛很脹 我知道有問題 必須要處理 可是當下呢 因為大家都累了 然後我想說睡一覺明天再說 然後睡一覺 我隔天起來趕快打給教練 教練說你開什麼玩笑 你趕快去急診啊 去剪壓艙 我想說好 那我們趕快 把這一集節目做完 我趕快去急診 做沒幾分鐘 我暈倒 突然沒有氧氣的那種暈倒 我趕快爬起來說怪怪的喔 然後再錄幾秒鐘 再錄幾分鐘 慘了 站不住 沒辦法走路 你不覺得聽他講話 一直有一種氣急攻心的感覺 我只覺得... 我只有一種覺得 這一集要結束一點 我聽完之後這一集被結束 我講快一點... 我講快一點 那個時候膝蓋已經不行了 因為那個氮氣已經曬了 所以還睡了一覺隔天才昏倒 對 隔天很久 我後來開始彈吉他的時候 我發現 我的手指頭不像以前那麼快 講話也不像那麼快 後來醫生說還要再去復健 OK 為了這件事 我做了二十次的這種療程 大概花了半年的時間 所以有導致你以後 不敢再潛水嗎 我到現在已經不潛水了 我現在就玩水面上的東西了 是 其實他確實講的 這個真的非常非常危險啦 如果你真的是衝太快的話 你有可能 真的是有那種 你從裡面是爆炸的 所以主持旅遊節目 常常會不會要求要潛水是不是 是...會 唐湯剛剛也有嗎 對 幾乎每一趟外景 我們都會有出海去捕撈打魚 或者是抓龍蝦的經驗 所以他剛剛那個經驗 在你聽起來 就真的是很可怕的嗎 就是如果他在... 因為他在30米左右 如果他在超過35米到40米 他這樣衝上來 有可能內臟是直接爆炸的 就照理說 應該是非常可怕的故事 可是為什麼聽起來 就是這麼平淡的情形 可能因為... 可能都減壓有點... 沒有減足 就是他們三胞胎拍的寫真書 然後我為S選了一些照片給你看 這張是基本盤 你認得出是三個人的誰嗎 太難了 我認不出耶 這是誰 不知道... 你們自己翻了 還沒出來 還沒出來 因為他們就很奇怪 就你翻完這一頁之後呢 另外又有兩個 然後是不是都是同一個模特兒拍的 對啊 所以這三個人都要穿一樣的衣服 拍一樣的場景 可能 可能 可能是一個人去拍的嗎 可以...可能 所以有可能這本寫真集 都是一個人拍的嗎 是一個人 一個人拍的 封面起碼有八肩膀 應該是三個人 就是Photoshop 三個人 所以這樣不是很累嗎 就是三胞胎 一直要維持肌肉長一樣 是 總有人希望有一天可以胖一點 或吃多一點吧 不可以 不可以 這已經... 這尺度很寬耶 真的 這... 有... 有... 我自己沒有這樣拍過啦 別人拍過你啊 有一次我在游泳 那個... 有...狗仔有這樣拍過 這個有點那個對不對 可以買這個 可以 這裡有一題我不懂 就是兩兄弟拉 其中一個人的內褲 把他拉上來 這就跟... 小時候在玩的一直拉內褲 對... 小的時候 對 好多人會做 你們在學校也會這樣嗎 對啊 小的時候沒做過 當時我們拍在一起 挺好玩 所以我們... 對 所以最高可以拉到多高 對 下巴還高 可以 就你們自己在拍攝的時候 有很受不了碰到對方的身體嗎 觸摸別人 什麼意思觸摸哪裡 真的 這個在哪 所以你們最接近的就是像在照片裡這樣 三個人靠在一起 對 靠在一起 OK 所以如果那個拍攝叫你們要 碰到對方 我不會觸摸他的... 你知道嗎 我跑了 我覺得我跑了 不要碰到最隱私的部位 我們會告訴他們 不 當然不是 你知道嗎 所以... 可能是像是瘋狗 這樣就OK 屁股可以 摸屁股還OK 其實那個雙胞胎 有時候會有那種心電感應 心靈感應 比如說自己的那個... 自己的那個雙胞胎另外一個 他有一點事 什麼時候 他會覺得他是不是出事了 是 或者是說 或者是說他... 或者是說他在享受某些事的時候 這個臭小子 又約女朋友還是怎麼樣 你是說有一個人正在高潮的時候 另外兩個人 你是想要問這一題是不是 對 會有這種... 他是想要請你幫他問這一題嗎 對 這一題我覺得要Jana幫我問 OK 所以如果一位你們來 或是有一個人 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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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喔 你又還沒放過 我還沒放過 對不起 我太喜歡直接 我剛剛講得那麼受戀 好 再來一次...OK 他不會造成我們 第一次因為英文而平常 對... 但是我們沒有感覺到 如果他有性感 沒有 我沒有感覺到 如果他有性感 沒有這個感覺 沒有 沒有 那是不是會有 譬如說一個人有發生危險 譬如說你在出國 他在哪裡 然後有人要拿到 然後你們就是會有一個... 危險的 我們感覺到 對 沒有 所以他們是沒有感應的 對 所以其中一個人快要死掉 就除非是有人通知另外兩個人 說你的... 所以我們也有消息 然後他也會覺得 你確實接收到 就是 Just use your cell phone 就是不要 搞感應這種 Mark觸摸 Jennifer肌 小威斯要求抬頭鍋 你不要少看我跟Ginny的喔 我們也在練 所以你說Mark摸你是不是 也是有 你好多喔 是不是 你很多耶 跟他一次去他家練 沒有 沒有 是我的 是我的 你確定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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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確定嗎 他不錯 很硬喔 很硬喔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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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正剛沒有拍過寫真書嗎 沒有… 所以為什麼以前偶像團結的時候 沒有拍嗎 那個時候還沒有那麼流行 男生拍寫真書 對 有點那時候 好像比較多都女生拍寫真集 可是你現在不是練到可以拍了嗎 就是還可以 還可以 就是一直持續在運動 你有叫他練到很誇張 看不看出來耶 看不出來 所以你自豪的部分是哪裡啊 自豪的部分沒有滿平均的練耶 我沒有特別 你可以如果現在給S看的話 你就可以列入康熙 快要結束前最後展示的幾個人之一 差不多 這樣 沒有書上那麼好嗎 對 沒有那麼好嗎 因為我們看過很多非常厲害 對 就是要一段時間維持 然後一段時間... 一段時間... 如果他今天就是一個路人的話 這樣真的算是滿厲害的 明星就不可以 不會...這個是最近比較拍戲 所以有一段時間沒練 但很快就會回來 所以品源哥現在還有這種東西嗎 不會輸給他們 不會輸給他們 對嗎 有...這邊沒有輸 你敢拉嗎 不是 OK 可以耶 有 不是 我拉不好意思 真的... 這麼厲害嗎 因為我其實有玩風帆嘛 然後我今天其實有提供風帆的影片 當中也有我的身材在裡面 好啊 那個就好 我就不用在這裡播 是近期的 播出來看 你看到 真的有整個人 怎麼可能會有影片 也這麼無聊的去發生 你不是應該要自己講一些話 什麼的 你就是安靜的 沒辦法講話 因為這個是簡短的啦 因為在那個過程其實 剛剛那段影片 我們要看的重點是什麼 你要看那個速度有多快 就是它是在一個大自然 沒有馬達的情況之下 可以讓你在海上這樣飛的 可是因為剛剛那影片 看不出速度啊 因為它剪得太短了啊 而且你最後 像一個老人要奔回愛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就是沒有那個神器的部分 對 因為他就是那時候 很腿一肺的下來 然後你很渴還是什麼的 好 品源認為 我們就是一個很溫馨的節目 他會願意拿溫馨的片段 給我們一播啊 所以下次... 所以妳現在必須要拉衣服嗎 你們可以用觸碰的就好 觸碰... 觸碰不是更好嗎 他可能觸碰比較不戀 不是 因為拉起來不好意思 可是只有我看到的話 如果這樣 那沒有關係啊 我再幫妳看一下 這樣我會不好意思啊 為什麼 你要看哪裡 為什麼 你要看哪裡 他跟唐正剛差不多耶 所以很厲害啊 完全不出唐正剛 但是我的趙寶比他... 不是啊 我是說 我的事業線比他深 我沒有看到的別人 雄雞嗎 摸就可以了 雄雞 就是... 對啊 妳講完 妳講完 妳要向前輩致敬啊 妳不是... 很硬 謝謝前輩 我這樣捏妳 妳上次沒有對Loo Brothers下手 沒有嗎 沒有嗎 為什麼 好像是因為小點點 愛在中間的關係 對啦 誰啊... 她要這一個 這是誰 這是誰 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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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過來這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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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看我... 妳看我哪裡 哪裡 哪裡 多學在... 妳是在體檢嗎 妳是在體檢嗎 妳是體檢的時間 有平衡回來跟摸平衡 對 慢慢來 她這個就是摸起來 是完全紋路都感受得到耶 很像一個那個雕塑品 對 可是為什麼不用這句話形容品人 妳想觸碰嗎 沒有... 沒關係 謝謝 可是... Janet妳要試嗎 你們... 妳結婚可以嗎 可以啦 那妳可以啊 Jeris真的是 她... 我上一次跟修姊凱在拍片的時候 我要... 可是Janet這兩個妳要選哪一個 妳可以選妳自己想要摸的 真的嗎 錯 那是Mark 那是Mark 我還可以來 妳有沒有摸因為很多... 這要怎麼講 Curve嗎 還是... 對啊 張鈞 你要試試看 對 只觸碰更多 像背部... 大家觸碰更多 肩膀 肩膀 對 但這邊比較軟一點 她的強項是在這一塊 對 可惜 肩膀 對 我覺得肚子啦 對 對 對 沒有Washboard 真的 我覺得女生 我們叫它Washboard 妳不要少看我跟Ginny喔 我們也很想練 所以妳說要Mark摸妳是不是 也是有喔 妳好多喔 是不是 妳有嗎 妳很多耶 Mark come on 我跟他一次去他家練 對 這是我的... 妳確定嗎 妳確定妳的男生是OK嗎 我完全沒有 還不錯 還不錯 很硬喔 妳摸我胸部 快點 妳摸我胸部 快點 你摸我胸部 妳摸我胸部 不然這樣 妳趕快錄完在說 她很差勁 謝謝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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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好 所以妳有帶妳的 南極婚禮的影片給我們 有 會比剛才那個 手上那個有趣一點嗎 我覺得應該是有啦 我不知道他是有 至少有說話吧 有說話 其實那一段時間算 真的是還滿感動的 我們剛剛沒有講完 其實我給他最大的任務是 他要幫我把這個珠寶拿回來 然後 中間發生一件事情是 我要出發的前三個小時 我找不到那個珠寶 但是我是前一天晚上拿到的 我大概11點多拿到 我拍完廣告回家之後 在車上我還記得他在 但是隔天要出發的時候 他就不見了 嚇死 嚇死 我說我做過這麼多冒險 高空彈跳 跳飛機什麼的 我都沒有一刻 心跳得像那一刻那麼快 是覺得是要賠錢的關係嗎 我覺得我快絕過去了 對 就是無法相信 然後整個人都慌 然後心跳加快 一直在流汗 後來呢 後來呢 後續... 後續... 你可以閉嘴嗎 關子賣嘴 這有什麼好不講完的 一定要都... 都到這個節骨眼了 你停在這邊幹嘛 反正後來我就報了警 然後也調了所有監控器來看 然後也問了所有的鄰居 看會不會被撿走 結果我就已經先出發 因為我們後來沒辦法 我不可能不帶珠寶去找他 所以我們又調了另外一份珠寶 然後我就如其上了飛機 結果後來是到下飛機的時候 所以我收到簡訊 原來那個珠寶是在保姆車上 滑到了那個 就是司機的椅子底下 可是妳說 立刻又掉另外一批珠寶 那贊助商怎麼會同意 因為我簽了賣生器 就是我等於是 我如果找不到那珠寶要賠的 然後出門之前 就乾了一杯再走 所以後來去南街的時候 帶的是另外一套珠寶 對 是的 去年超夢幻南極婚禮 小威斯貴人遭遺忘 恭喜Janet和George 現在是我的能力 在我教會中的世界 今天在祖宗的祖宗 在祖宗的祖宗 在祖宗的祖宗 今天在祖宗的祖宗 小愛是我的貴人 因為那時候我一直找不到房間 雖然是你的貴人 可是她並沒有邀請我去他的房間 有 妳沒有跟我講去婚禮 妳沒有跟我講是婚禮 我才會想說天啊 真的要去啊 要回去嗎 真的會去嗎 她能夠逼開公婆 隨便去哪裡 OK 所以我接到那個電話的時候 我每次緊張到爆 一方面就是覺得天啊 真的是珠寶就這樣子不見了 所以如果她真的要賠500多萬 妳會願意幫她付一點嗎 一定啦 因為其實我給這個責任 我把這個責任放在她身上 我覺得真的是不公平的 所以當然我覺得那時候就 我心裡就是覺得OK 沒關係 應該是會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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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反正就最後 正正在婚禮當中的時候 她就是真的是幫我在 就是證婚人的時候就說 OK 請給我們戒指 她那時候要過來的時候 她也...也寫了一下 因為那邊全部都是冰 走的時候都是凹洞 妳就是一踩妳就整個下去了 對 所以整個婚禮都是在戶外舉行 對 整個都在戶外 然後那時候超緊張 因為妳知道那個是一個鑽石 妳知道... 所以妳緊張不是妳朋友的按摩 對...對不起 掉到冰塊上妳找不到 完全找不到 這個是南極全天都是擺的 然後還有太陽 所以妳知道那個鑽石進去的時候 是絕對是不見的 所以她滑下去的時候 我整個都是蟹子 請你... 好 等一下影片 希望不要都是企鵝跟他 對... 還有一點人才行 好 放開看 最後一天 最後一天 妳是我的人 我祈禮 你 要學習宇 她要吃更多旅遊 好多土地 要吃更多旅遊 要吃更多旅遊 和妳 和妳 先愛妳 好多 我的心寶 我愛妳 我愛妳 我譲來繼續愛妳 和妳 看妳 任務詞 每次世界帶我們 可以 我能够的手带了 我们修书不易确数人 祝福 walls 现在 sleepy的出来 中国中的这些人 看着今天所有的系统的家庭朋友 我向今名字了 婚姻和惯 你跟嬉与杀的贝贝 我都哭了 我覺得太不公平了啦 先把兩個影片放在同一集 我是這樣子 是不是落差太難了 都跟大自然有關 可是他那影片 都拍攝得那麼美 那麼完整 很好看 對啊 那個是有專業的在拍 那個是 你們跟那個影片流出來 我其實他有另外一個樂趣 他的腳踩在那個板子上 我覺得還滿好 沒有啦 那個是剪太短 後面其實滿... 好啦...下次播出來了 我第一次見到Janet 是在妳的訂婚 很久以前咧 很久 那時候她還不是主持人 對... 妳是S的提琴老師嗎 對 英文老師 然後妳那時候想幫她介紹別人 對啊 其實應該算是 小愛是我的貴人 因為那個時候我一直找不到方便 明明就有 有 有 妳不是說妳的簡訊 因為妳不是說妳沒有一個群組 可是我有在那個群組裡面嗎 我是有... 她個別問妳 對 我個別問 我是先問妳 會不會想要去南極這件事情 我沒有先說是婚禮 我是先問看看誰有興趣去 對... 然後我當時回答什麼 妳說 所以因為妳沒有跟我講是婚禮 妳如果跟我講是婚禮 我才會想說天啊 那要去啊 要回去嗎 真的會去嗎 會去 第一天耶 坐船坐死了 可是我就是因為 不然能夠避開公婆 決定去哪裡都 OK 就是說我一個人去的話 我是很樂意 不然是帶公婆去啊 沒有啊 歡迎她就說老公一起來 那就算了 我覺得應該要去 應該很明顯的婚禮 對啊 剛剛那個影片妳看起來 所以當時講好 妳後來變成主持人 跟小愛是告訴妳的方向有關係嗎 其實那個時候就是我教英文啊 然後她就說 那妳真正想要做的是什麼 我說我也不知道 我喜歡吃 我喜歡冒險 我喜歡分享 然後我說那應該就是主持 所以她後來就是介紹詹仁哥 真的是S妳幫她想到的 因為我就覺得她這麼漂亮 然後又有彩花隊 怎麼可能會在演藝區沒有發展 我就把她介紹給詹仁熊 然後詹仁熊就介紹她去應徵 她現在主持的那個節目 對 所以是在S手上開始這件事 是 十年前我的... 現在她都結婚了 然後妳還不去 她沒有回答 她沒有回答到婚禮啊 所以她就是防著我 不然她如果把我當成很好的朋友 她就會說妳要不要來參加我的婚禮 那妳就很為難 因為妳可能不想那麼奔波的去 可是又不好意思回去 我先問妳要不要去南極的原因 是因為我怕... 如果我真的跟妳講說 妳要不要來我的婚禮 妳就會可能真的會答應 對 會有壓力 所以張信念後來 變成妳最好的朋友 其實那時候她答應要去的時候 我真的...我也是還滿... 我為什麼覺得剛剛這句話 聽起來有不高興的地方 沒有喔 就是... 有處理 她就是喜歡跟愛運動的女生在一起 她就是喜歡跟愛運動的女生在一起 對啊 她翻榜眼 所以妳們會有一起喝醉過的時刻嗎 有一點點醉啦 就是和妳當那...就是真正的那一天 張經理剛才摸Mark的時候很小心 所以妳是一個不喜歡摸男生的人 對 就還好 就是太...不會很喜歡很多肌肉的 所以妳交往的人都要沒有肉 沒有肌肉 不會以那個來判斷 對 張君寧這次參加了一個實境秀 被帶去森林吃可怕的東西 很可怕 主要就是吃可怕的東西 沒有 其實她是跟一個 英國的那個主持人 就是也是跟Discover合作很久 Discover合作 我覺得 你知道她嗎 Discover合作 對... 她就是荒野球生 她很驚人 主要是荒野球生的部分 對 我們第一天就吃了蚯蚓 然後吃了蝎子 還有殘寶寶 小時候養的那個殘寶寶 殘寶寶是活著的時候 妳吃下去嗎 活著吃 吃起來是什麼感覺 殘寶寶其實很像綠茶 因為她都吃葉椒 她...兩下就吞了 因為太可怕了 可是吃完蝎寶寶 對妳的人是有什麼改變嗎 妳就敢吃生食 我以前... 妳每次幹嘛吃蝎寶寶 她可以堵撕出來 就是她們還只是Baby而已 妳吃她們幹嘛 妳要吃飛蛾嗎 就這樣 妳這樣我解不對啊 對 她的其實主要是說 在荒野當中 她其實教妳的這些東西是說 妳以後... 克服心理障礙能夠求生存 對 求生存 蚯蚓吃起來什麼味道 很像咬不斷的橡皮湯 充滿了土的橡皮湯 所以蚯蚓吃的時候 他們也是活著的 但是因為我不敢殺生 所以貝爾其實她知道 她就有幫我先殺掉 她會吃便當嗎 沒有便當 不吃便當 我不知道她吃什麼 但是... 妳呢 我們就是有一些 她給的那種軍糧啊什麼的 因為她在裡面 她真的就是把妳... 她不給妳們真的吃認真的食物 對 因為她把妳強迫妳 在荒野的那種狀態 所以貝爾私底下還說吃陳伯伯 跟蚯蚓 沒有 我在換講 她是停機的時候 貝爾在幹嘛 因為我看過那個 我覺得工作人員像攝影師 他們總要吃一些好吃的東西吧 應該會有一些 比較簡單的東西 那妳呢 我們就是...她就是給乾糧 就是軍用雜糧 然後貝爾也在吃嗎 貝爾也... 我覺得她... 我不知道我沒有看過她吃東西 她就不用吃了 好猛 她也跟我們一起吃 貝爾是正常人嗎 我們也懷疑過這個問題 結果我們還有人問過 她是不是害怕家裡 所以才要逃出來 害怕蹊跷 妳每次跟她出去 她要出去多久 她就大概... 早上七八點見到她 然後太陽下山就不見了 所以你們一次行程 是要住帳篷嗎 我們住帳篷 我們晚上都住帳篷 住幾晚 我們待了十五天 每天都要吃這些東西 差不多 她還吃了眼睛啊 魚眼睛 生的魚眼睛 魚眼睛還是一般人 有機會吃到 生的 但牠生的其實很大一顆 還牽絲 所以都是貝爾去抓到那些魚的嗎 就是牠準備給我 牠每天會帶一個黃色小盒子 牠就會跟我說 我知道你們今天做的條件 你們很餓 所以我要給你們補充Energy Protein 然後就會拿那一盒 裡面就是動物或者是床 而且不吃的話 大概還會有那個... 更可怕的牆法 怎麼樣啊 點到妳的牆法 一直在想到那個... 也有想到... Protein就是你知道 最有Protein的動力是什麼 我跟你講有沒有 這件事是... 這可是... 好了 好了 我對不起 我把貝爾... 我把貝爾想成一個很變態的 小怪 保證當主持是要吃很怪的東西嗎 要 每次都會吃...吃一些 所以邱影也吃過嗎 邱影吃過... 蟲啊什麼 所以邱影是基本款喔 就是差不多吧 對 外景大概蟲啊 一些大便啊什麼都是基本款 大便 誰的大便 我第一次吃... 牛的 貝爾是... 我第一次出班就吃大便 跟吃了十幾種蟲 誰的大便 牛的...不是貝爾的 牛的... 如果貝爾之後就你吃他的大便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他怎麼懲罰啊 都不行 一百歲 一百歲 做出這個一百歲 所以那個劇本 都是貝爾自己想的嗎 就是要吃什麼 對 他就是都會 準備好帶來給我們 而且我們每天都不知道 自己要幹嘛 所以他回房間就是一個 很偏袋的人啊 在那邊一直想說 要給他們吃什麼 十五天我想不出那麼多道菜來 就是蟲罵有什麼可能 有啊 很多種吃法 有吃生的啊 吃烤過 炸的 或者是有些是水煮的 有各種吃法 對 有很多種吃法 或是他們就是可能蟲 然後配當地他們的野菜 或者是蜂蛹啊 然後蜂巢 蜜蜂 整個一起煮在一起 所以張俊 你的意思是說 在拍攝的途中 你如果真的不吃貝爾會生氣嗎 他會 因為他不會強迫你 但他每一天會選出一個人懲罰 一個人 吃這個還是吃我的糟糕 因為他的懲罰真的很可怕 他的態度是哪一種 就是說加油還是說什麼 他會笑著跟你說 他說I'm not going to force you 然後說It's your journey It's not my journey 然後他結束之後 他就會拿出一個懲罰的東西給你 像我們那一期 不吃邱雲的那個女孩子 他就被懲罰 是一個頭盔 我們都會戴頭盔嘛 然後就拿出兩盒被壓扁的蟲 有活的 然後很多汁衣 他把它倒在那個頭盔上面 然後他說要那個女孩子 把那個頭盔戴在頭上 就是他的那個處罰 然後會比較你吃那個蟲還更可怕 貝爾是很奇怪是不是 結婚 所以唐正剛你採驗霧是在哪裡發生 在巴布亞 巴布亞牛吉內亞 然後幾層樓高 他也差不多十一二層 因為他35公尺左右 然後沒有任何安全措施 沒有…因為當地是 對 他當地 他這個是在洞穴外面的 我們要過這個岩壁 然後再下到 它是一個海平面的那個海洞口 然後從那邊洞進去 所以我們是趁退潮的時候 不會吧 你現在不用主持了吧 要 還是在主持 然後還是要做這麼危險的事嗎 我覺得有時候是我推動他們 再做危險一點的挑戰 因為我覺得這個才有 外景活著的感覺 你都去… 就如果是外景是美食節目 我可能反而無法 可是如果受傷怎麼辦 不要死掉就好 鬼家啦 沒有 就受傷就休息一下 他潛水敷病都 他現在到還有後遺症啊 你覺得這樣有值得這樣嗎 就我會再小心一點 對 就是自己要注意啦 因為有時候你出去外面 沒有人能幫你 你只能自己注意 因為我不怕 我怕事情很少 就怕兩件事情 一個怕死 一個怕不成功 所以我只要不死就好 誰教你講這話的 我自己…自己知道 你說不成功是什麼事情不成功 就是人生啊 生活 我想要做的事情我沒達到 就是不算成功的一個目標 現在目前在走向成功的路上吧 對 在這個道路上還在努力 那就好 對 演員最近要出新專輯嗎 是的 是什麼風格的音樂 琴歌 專輯名稱叫《寂寞旋律》 我也還不打算告訴你 琴歌 他是慢慢講 《寂寞旋律》 《寂寞旋律》 OK 然後《寂寞旋律》推出的這個書 就是很值得買 聽說上次來康熙之後 就他們在台灣 就被很多人開始追蹤 所以應該會很多人去買你們的書 除了跟貝爾的這個石禁秀之外 你還有戲 對 中式的少年四大名部 現在正在上 也是古裝的 古裝 好人還壞人 這次是好人 然後是一個就是古靈精怪的樣子 還是要露很多身材嗎 包得緊緊 所以炎古裝對妳來說她痛苦嗎 其實我覺得炎古裝還滿好玩的 就是因為那個年代 跟妳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妳就是一個 完全吃得了苦的人就對了 可以 我覺得其實有時候是一種享受 跟小剛一樣吧 就是如果經過這些冒險 妳不會知道自己 還可以做到什麼樣的地步 對 君寞的新戲 品人的新專輯 然後Rubatis的新書 以及Janet的新婚 好 祝你們都成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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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